这一个礼拜之内 你有跟别人接吻过吗 不要 那个人的名字是两句吗 那个人年纪是比我大 比我高 他唱歌是不是比我好听很多 我们都知道 谢霆锋除了是一个演员 歌手 他还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厨师 他对美食的热爱也是不折不扣的 在娱乐圈中 最具代表性的要属风飞恋这段姐弟恋了 王飞和谢霆锋在分手时隔12年后 再度复合 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但是风飞这对CP现在也是很让人 摸不着头脑的相助模式 那就是只谈恋爱不结婚 而且也非常低调 所以很多网友都想知道 他们之间的生活有多甜蜜 所以小S无疑就是网友们派来的间谍吧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小S的说话风格可是很犀利的 被网友们调侃成毒蛇 小S曾经做客谢霆锋的美食节目风味 大家都知道 小S是特别喜欢占男明星便宜的佼佼者 一言不合就开油 让人猝不及防 稍微有点颜值有点身材 都逃不过小S的祸害 果然 不出意料 小S在节目中趁机一连串发问谢霆锋 和王飞的相处的种种细节 而无奈的谢霆锋只好一遍遍回对去你的 在被问到你洗澡的时候 王飞可以进来看你洗吗 10 本以为谢霆锋又是一罐作风回复 去你的 但是没想到谢霆锋竟然一本正经的回答 这个当然可以了 小S见状赶紧继续质问 那王飞洗澡的话 你可以进去看吗 这一次谢霆锋没有踩坑了 砸不下去直接先发制人 在制作肠粉的过程中 本来可以一个人自己搞定的事 小S还硬要叫谢霆锋握着他的手 手把手的捣米汤 谢霆锋太无奈了 永远抵不过小S的折磨 在出门搭船时 大S为了给陈伟霆擦防晒 对陈伟霆进行一波上下棋手 谢霆锋见状更是双手双脚拒绝 连连表示自己不喜欢擦油 小S因为已经把陈伟霆摸了个遍了 也就没有勉强谢霆锋了 在小S极力要求下 谢霆锋和陈伟霆这两位男神 还得和小S极性标一出戏 小S全程享受其中 为什么不行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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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得梦 你听我说 我很爱你 但是如果你的脾气 一直降了你下去的话 我答应你 我会改变我的脾气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教训你 如果你是这么花心的话 最终的结果是 我听 我们走 温柔的男人也有脾气的 大概去你的现在 就是谢霆锋回答小S问题时的口头馋了吧 在姐姐好温这个节目里面 也是被小S逼得无话可说 只能回复去你的 小S知道谢霆锋以前不喜欢洗头 于是就此问道 你现在经常洗头是因为怕王菲闻到你的味道吗 得到的回答还是 去你的 在被问到对方有没有吃到谢霆锋做的食物后 对他说我爱你时 这下谢霆锋没有回应那句话了 一脸宠溺的说道 我不想回答你 任何关于阿菲的问题了 这个回答可是到正点上了 阿菲 一个亲你的称呼 就可以看出现在的谢霆锋和王菲在一起生活的非常幸福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